那这一圈搬掉了机械 机械 那他觉得女巫不好打 而且狼队熊者其实真的很会打女巫 是的 那机械一般的话给你打名牌了 首先我不讨女巫了 那剩下的话 我觉得大概率 军事九的话是雕刻家了 是的 或者说也有可能破轮 那接着呢 搬掉一头昆虫 昆虫 那就赌定了 雕刻了 对 赌定了要打一头雕刻家了 是的 就靠自己的一个雕刻熟练度来进行追击 是 那看一下狼队这边求生者 先知前锋先拿 后面两手 佣兵祭司很舒服呀 对 直接搭配一个 国家队了 同枪铁壁这个阵容 没错 直接一个同枪铁壁 是 我想不出来哪个是突破口 你知道吗 这个阵容 可能也就一个先知了 你追先知 你等于在追祭司加先知呀 对呀 就是这个在旁边这张图 这个这个班位 我感觉 军事九有点 太过于怕这个昆虫了 但是问题是什么 就狼队的昆虫 幻鹤下这个昆虫 等等 对 哦 爱哭鬼 爱哭鬼理论上来讲 是不怕昆虫的 他这首是起到了一点 迷惑作用 但是你说迷惑吧 你说这个阵容 爱哭鬼好打吗 我觉得也不好打呀 嗯 确实 这首其实我们是没有想到 真没想到 我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说在第一首 就看到爱哭鬼了 对 爱哭鬼放出来 先知加祭司的话 也没那么舒服 对 他主要是什么 唐人街他这张图的时候 我们开玩笑说 是一个大永眠镇嘛 这种感觉的话 他在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 狭道里面的话 其实你真要靠拉火去拿 一有 关键事 你还是有个祭司存在 是的 这个火你真不好拉的 他前期的话 就感觉这张地图的话 你必须得迅速拿到二阶 对 对于爱哭鬼来说 是一个关键点 是的 那么你在中期压遗产啊 或者说在后期的开门站 你都可以利用自己的一个二阶 去堵到开门站的那些穷者嘛 是 我觉得还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是爱哭鬼 你说他虽然有加速带 他可以说 我无论是赶路啊 还是说是强挂遗产的时候 是有一些浮处 但是从赶路上来说的话 在旁人街这张图还是不够 是 还是不够 还是有点大 对 还是有点大 而且他前面的一阶 不一定好开啊 不好开 真不好开 因为这张图的话 我们知道就是 那两个二楼的点 你就算重数 但是其实 如果求生者注意的话 也没有说特别好 让你拉到那个火 没错 甚至有一个鸟的容错率在嘛 是 然后祭司的保护就不说了 对 那这一把的话 天赋我们看到是 用兵前锋两个搏命 然后爱哭鬼这边的话 是底牌挽留 好 那么现在进入比赛方面 本场对局是有狼队的雄者 对这X-TALK监管者 有解决童话 解决压迹为您带来 I will 时时晒矿解说 这次是中场合身 中场合身 往狮子楼这个方向 请看一眼 十字楼这边应该是不刷人 他要往前走 走到这个灯笼门的话 一个人是直接会 可以拉点拉很远的 对 已经在拉了 好像是祭司在拉 那看一下 又回到了四点 回头要直接去酒店这边 对 酒店是487 树筋压好了 我刚看到他在拆树 是的 这里拆掉了树 直接上楼 对板子也是提前下掉 对 这个板子不提吗 这个板子不提的话 会伏笔啊 对 它跳起来可以再 板弹再来一圈的 对的 而且487这个距离是拉的挺远 实际踢掉 还是踢掉 那踢掉之后的话 就距离拉的非常远了 嗯 其实他不拿雕刻 也可以理解吧 因为雕刻遇到这种节奏 也确实很难追人 对 他甚至没有一个树 没有一个火 可以限制你的走位嘛 对的 那这一把的话 他也是带了个脆火 脆火好了之后 脸上这边也是就是487 那最能追的一个人了 你能不能追呢 对一个窗加速 继续上二楼吗 还是往外绕 往外绕 他看到板子已经被清掉了 对 而且他不想上二楼 他上二楼的话 会自带一个鬼火嘛 对 会吸到一个火 那这样往往前转的话 还是拉到一个鬼火 看这个火怎么说 哎 非常准 那闪现好了呀 是的 怎么说 没有交闪 他觉得距离不够 对 这距离的话 感觉先知是能够反应过来的 是 中场是狮子的佣兵 那没有办法去辅助 有没有祭司 来帮忙的说话 好像没有 哇 这个闪现预判了 完美 好准啊 这波感觉那个军死九队有点A伞的感觉了 对 被487给防到了 哇 这个反应是太快了 但是开出了加速带 脸上的位置 感觉还是走不掉 拉外的火加速 能斑发隔双刀 正式啊 那这个速度其实对于爱哭鬼来说还是比较快的了 密码机的话是三个半台 是的 可以看到小果冻是在这边保 那应该先过来清一下大洞 是 哎呦 可惜了 刚才如果能转到这个洞区 或者是小果冻 提前过来撞一下 结局会完全不一样 没错 这波没有人过来保 哎呦 直接拉球 但是有加速带的存在 躲掉了 现在原地晕 一波拉球 等个拉火 完了 秒叫了 我的天呐 万万没想到 哇 今天 哎不先知志祺好了 但是 走不了 走不远啊 因为有二阶的存在 两个震慑 那感觉可以 直接把前锋一个加速带拉过来挂了 对 这个先知没志祺 没交过志祺了呀 这波一个人压两个人 这感觉出大问题啊 对于狼队求人者来说 密码机可以看到是刚刚开掉了一台 是 第二台 也可以开掉 但是密码机完全不够 嗯 这波如果是挂到脸上这边肉铺的话 其实佣斌是要过来 先想办法把这个前锋掏下来之后 再顶着自己的伯明 想办法再把这个先知点起来 或者说让前锋去点 就但是你说了这么一大通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只有一个人在修机了呀 对啊 外面 外面只有祭司一个人修 一个小文盲 那三个人 全部被监管的限制在这里 那这把密码机是完全完全不够的 对 但是这个人如果说你不救的话 就是连平的面真的都没有了 对 所以还是得救 对 只是想过来卡半 一刀 好像是打到椅子了 出了椅子了 直接在强 拉出来一个直火 这个直火非常关键 躲着一下 小果冻再次拉球 但是球已经不多 前面这个反区 可以过去 哎 机师来了 感觉是还能再运营一下 因为前面肯定会有第二个洞的 第二个洞 二连洞 强行把人给拉走 拉里遗产 这样的话 拉里两台遗产啊 感觉 而且顺制把小果冻给送回了三连 这边是可以继续上二楼 那小果冻也直接上了二楼 感觉还能再多牵制一会儿 是的 那军19这边的话 感觉闪现也快好了 感觉得跳了 这个火怎么说 很关键 没有跳 躲掉了 再一波拉球反向 但是球已经不多了 直接一刀带走 省了个闪现 对 刚才感觉跳的话 应该能在空中躲掉这个火 但是 小果冻是回头看了一下 是 他不太敢 导致声位有点近了 因为他那个火 是从他右边这个缺口拉过来的 他不太敢去堵 但是 无论如何 他这一波拉扯回来的话 是 密码机反而被拉扯够了 是的 如果说 通过这波全家一起来的话 他密码机远远不够 是的 直接一脚 直接切四肠 军师刘姐这边非常拼啊 对 他切剩四肠 就是想笃定去保个平了 是的 你人下来以后 你的密码机不太够 是 侧面这边狮子过来 但是已经没有博命了 这个人能不能带走呢 稍微卡一下 有点难 卡一下帮忙扛刀吧 这边四八十 打了个火 哇 全家真的全家起来 没有人点 没有人去点密码机 还在卡这个血线 还在卡很极限 怎么办 有点危险啊 硬就想打针对 但是两个人扛刀 一刀打到谁了 没打到 谁也没打到 这个门应该是堵不住的 肥胖牛 双人肥胖 那里家用兵 直接卡住这个门了 这个门两个人居然能卡得住 那这一波感觉得换节奏了 是的 他必须要管这个四八七 把他给挂一餐 强行弹活 这波二人肥胖牛 是硬肥住了 这个门 我说实话 很大这个门 从来没有想过 两个人能把它卡住啊 但是我们在比赛中 就是为了这种 对 灵光一闪的一个 精彩操作而去欢呼 这就是比赛的魅力啊 而且我觉得他们一定是研究过的 对 那这一波 想来找这两个调整的人 有一个拉直火的机会 跳下去了 还没有拉 不敢拉呀 不敢拉呀 即使手上洞还没好 这么不太好保 一个加速弹 还是要回去管密码机 最后一台 他觉得很多 61 那这样的话 前锋可以摸起来 小火动可以解放出来 这边因为有市场 过去看了一眼 这密码机的具体进度 是的 还能再适当地去追击一下 但是也不敢深追 这句话 如果487躲一个火的话 他就必须得回去守密码机 这个火的角度 有点不太好躲了 看一下怎么说 怎么说 拉了一波 但是比较远 但是可以秒感觉 可以进板吗 没有进到 但是密码机 那外围先调状态 对 无所谓 因为这是一个 心上瘾的人嘛 487主要他没挂过 对 没挂过 对 那对小火动来说 就是他免费了 对 就是I'm free了 是吧 对 他已经可以放开打了 是的 哪怕现在出去外面 开台新机 无所谓 我一个人压着 两个人修 你时常提脸上的 我无所谓的呀 我觉得他这回小火动 就是翻翻箱子啊 就是随便找找 怎么舒服的地方 压个门什么的 对 就不要出现就可以了 直接是偷走 再踢 踢了那一脚 就回头一看 人已经没了 一个拉过 还是拉到487 但是加速带 感觉有机会啊 有机会压回去 所以小火动也是远程 新开那台 是 狮子这边也在脸上强点 给你压力 对 小火动那台 好像是在狮子楼附近 是 看一下 这台继续挂上 但是也无所谓 可以继续 两个人压着 我觉得游民去帮忙修机 可能会更好一些 但是如果是这样一个进度 外面因为是个前部带单点 它下面这一波压满之后 要双人再去强保一波487的先知 对 是有一点风险的 所以想着想 还是准备回来扛刀 是 扛刀其实有风险 因为它有鬼火啊 对 如果说刚才提前更早一点去修 不管这台 果断放掉的话 两个人修密码机 你肯定是来得及的 是的 这里想拉火 哎 拉到谁了 拉到祭司 先把洞打掉 怎么说这个人 没事 等他出刀 对 出刀再救 两个人强行保 又来了 是 感觉是不是又要肥胖 但是祭司没有跟过来 肥胖不了 但这边卡一个板子 有一波拉火就来了 两个人又来了 又来了 没肥住 才是个直火 拉到是谁 拉到祭司 那487活了 外围的密码机 已经打到95 要不换局 直接换局祭司 现在 不太好救 不太好救 对谁来救是个问题 是的 我觉得刚才有没有可能直接开了更好 直接开的话 你毕竟脸上要先留一个人嘛 拉一个加速来出去 要不现在开 佣兵还有一个户外 现在开的话 可以让佣兵直接救祭司 对 是让小果冻过去救人 自火跟着487 那这样的话谁来压这个密码机呢 小果冻 小果冻回去点机子 让佣兵来救 现在想强行秒487 一个过板刀 强行打倒 那这样的话可以牵起来吗 牵不起来 密码机直接压好开 是的 把人救下来以后 两个人可以去点灯笼门 一个加速来想拉回门口管 但是佣兵手还有个互换 所以 还是选择追487 是 看下487 这会儿的话 先是吸着多少鸟 不管了 这边先处理大洞 大洞直接取消 那这样的话487 拉开很多距离 军师有这会儿的话 感觉身距都很大呀 脸上的话 只有一个小果冻的前方 而且自己手里 只是一个失常啊 这个人不好追啊 是的 小果冻的走位 虽然小果冻没有道具 但是可以继续往外拉 往中场拉 计时可以过来帮忙打洞吗 太远了 太远了 但是石子楼又有地窖 对 这波拉火可以硬吃 可以继续就没有拉 但据说他不敢拉 他一定是想办法拉下加速火 前面这个窗 这个火不能拉 还有一个半句 堵住了 对的对的 还是风上了 对 那个火如果他敢拉的话 那个小果冻他一定是硬吃这个火 我受烧加速冲这个地窖的 他一定是用这个火拉 或想办法我吃一个加速 或者我先堵你前面这个身位 那这样一个说实话 求生者很崩很崩的一个开局 先知前锋双倒的情况下 双震射双倒的情况下 最后被狼队求生者运营回一个三跑 真的是太意外了 那黄黄老师 黄黄老师第一局的时候 打得帅吗 感觉怎么样 好刺激啊 刺激但是 就是因为惊险太多 就感觉打不好 没打好 感觉还是没打好 因为前面确实是有几波小失误的嘛 那那两波失误之后 你们是如何赶紧在对内调整一下 创代慢慢把这个局势拉回来的呢 大概就是紧张刺激 然后经过一番交流 然后又找回了合作的感觉 又找回了合作的感觉 可是在失误之后 大家是不是在场上会有一点点 对沟通上的一些小问题 但是后来慢慢找回来了嘛 场上的沟通有效的攻动 还是很重要的 那话又说回来 欢歌老师你喜欢自己的新发型吗 我们聊一点开心的话题吧 我看不见啊 只能问八七老这问题 八七你喜欢 欢歌老师的新发型吗 你觉得挺好的 我也想戴假发什么的 就是戴那种 就是有颜色的假发 我不想让两头发是那种什么 被无形开穿 欢乐老师 太太不给面子了 欢乐老师 那你觉得 未来八七在造型改造上 有什么建议 下周我们就让化妆老师 给他这么安排 怎么说呢 人帅就够了 什么发型都搭 好